來到Celento 除了在咖啡店喝咖啡 當然要去咖啡園 試試看 位於哥倫比亞咖啡區的Celento 小鎮 面積不算大 用一小時便可以輕鬆走完 但便吸引著無數的旅人到訪 亦都是哥倫比亞其中一個最受歡迎的旅遊區 原因無他 就是因為這些維持著傳統建築特色的七彩小屋 以及它享負盛名的咖啡 來到Celento 我們一定要去咖啡圈 這裡的咖啡很有名 首先我們會搭這艘jeep去咖啡園 哥倫比亞是主要咖啡豆種植國 產量僅次於巴西 漸全球15%左右 因為出產的咖啡豆 有酸中大甘的量性特質 所以經常會被用在高級的混合咖啡之中 香蕉樹和咖啡樹是好朋友 他們會互相供給大家 另外咖啡園還養了很多雞 而雞的分辨就是咖啡樹最好的肥料 至於除蟲方面 咖啡園種了很多鳥眼辣椒做天然的蛆蟲劑 可以見到無論在施肥、除蟲 或者種植方面 他們都很努力去維持政府 頒給他們的有機認證 全部過程都不會使用任何化學劑 因為只要有這個有機認證 政府每年就會提供免費的小樹苗 和機器給他們 之後我們參觀了整個咖啡豆的加工流程 由清潔、控肝、磨殼 到將咖啡豆磨成粉 全部以人手操作示範 過程認真 也看得出他們對品質的要求很高 寧願用更多工序和時間 都要確保咖啡豆的質量 最後當然不少一杯 新鮮手沖的哥倫比亞咖啡 正宗的哥倫比亞咖啡 誕生 很香 當我去咖啡店的時候 我去咖啡店的時候 我點什麼? 很香 在那裡 難以說 因為我們會稱這個 DIN 哥倫比亞人最常喝的咖啡 叫做天徒 也是我們所說的黑咖啡 在哥倫比亞的路上 經常都會看到有人揹著一個個熱水壺兜售 大約港幣2元就會有一杯是樹民風味的咖啡 雖然不算特別好喝 但最可以代表哥倫比亞人的咖啡文化 整個參觀過程大約一個半小時左右 港幣30元就可以親身了解哥倫比亞的咖啡文化 喜歡喝咖啡的你一定要來 除了喝咖啡之外 Savento一定要去一個地方 就是Cocora Village 就是一個行山探索的地方 很漂亮的 現在帶大家去看 在Plaza會看到有很多這些jeep 他們會帶你去咖啡園 看瀑布 或者任何你所謂的地方 好像回到古巴 那時候在Tabana 車都是這樣拍攝在廣場上 上車了 十個來Savento的人 十個都一定會去Vilao de Cocora 看全世界最高的棕櫚樹海 整段路程大約五小時左右 難度中下很適合一家大小去郊遊 半個小時車程就到了 一下車見見到很多Palm tree 很漂亮 很漂亮 這裡你看到Fungie有兩條路 這邊是被人走的 這邊是被馬仔走的 剛剛就付了這個入場費 2000pesle 即是幾元 之後我們去到後一點 就要再付3000元 即是總共是5000pesle 其實不貴 這麼漂亮的地方 聽到水聲 就知道我們來到第一個景點了 這裡立刻覺得涼了很多 水聲很舒服 瀑布的規模不算大 留了5分鐘 我就繼續行程了 Cocora這條track不算難走 說真的 如果好天都好像現在這樣 涼涼的 是挺舒服的 如果走5個小時的話 都挺正的 啊 越來越喜歡Celento這個地方 哇 一直走就會發現我是逆方向這樣走 因為大部份人都是由我前面這樣經過 即是我們是反方向這樣走的 但如果你好像我這樣逆方向走的話 那你就會最後 就會來到這個地方 而我覺得好的東西 是應該留回最後的 先苦口甜 好了 走了 走了3個半鐘 不要小看面前這些棕櫚樹 其實它們是哥倫比亞的國樹 Rats palm 立棕櫚樹 屬於棕櫚樹裡面 可以生得最高的品種 一般就有45米以上那麼高 最高還可以超過60米 如果你不想走5個小時 只想來看看棕櫚樹海 和朋友夜餐喝杯咖啡 可以由入口處 一路跟著大路走 看完樹海直接沿路折返 記得最後一班車是晚上6點半 錯過了就要睡街了 有個黑色衣服的議士 就說 我可以騎出前線幫你當時打 你可不可以幫我罷工一天 我覺得 香港人憑什麼 朋友要一個人幫你當時打 我們欠香港的議士太多太多 我是醫護 我是香港人